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很适合用来招待客人的烤鸡柳和沙拉拼盘 这倒菜做法简单美味可口 希望大家会喜欢 家里来客人不妨这样做招待客人 健康美味而且很大方得体 赶紧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们开始吧 烤鸡柳沙拉双拼 材料有鸡柳苹果和橙子 鸡柳腌制入味 抓匀 烤盘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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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鸡柳上淋食用油 180度烤15分钟,然后200度烤5分钟 烤好了 烤好了 铝箔纸和鸡柳一起取出放入容器内,折成盒子状放一旁备用 苹果去皮切丁 八均冬 皮切凍 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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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橙子去皮包出果肉切块 鸡柳旁倒入切好的水果 淋上沙拉酱 鸡柳沙拉双拼就做好了 怎样是不是很简单也很好看呢 鸡柳这样烤一点也不干柴 还很美味呢 水果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 也可以换成西瓜或葡萄颜色配搭 鸡柳这样烤不需要腌制就很入味了 如果想要吃的更饱可以把水果换成土豆 或者可以考虑我之前的食谱做一个土豆苹果沙拉也很棒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赶紧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医学认为苹果具有生经止渴 润肺除烦 健脾异味 养心益气 润肠 止蟹 解暑 醒酒等功效 所以苹果还有减肥 排毒 美白的功效 苹果 苹果因为糖类和甲盐含量较多 肾炎及糖尿病人也要几量少吃 会使血糖升高 这样对健康很不利 因为苹果里面含有果酸 吃的太多的话 会刺激牙齿和胃粘膜 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